哈喽兄弟们,我是有风,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来教大家利用OpenAI最新的GPT4O模型 把这个模型的聊天机器人嵌入到我们自己的网站里面来 那让你的网站的话也拥有最先进的一个AI聊天机器人 OpenAI的话在5月13日就推出了这个GPT4O 它这个O代表的是OMNI 英文翻译过来的话就是一个全方位 也就是说这个模型的话它同时可以处理文字、声音、图片 那以后的话甚至是视频 GPT4O它的输出速度的话是GPT4Table的两倍 数率的话限制也提高了5倍 对于那些需要大量使用的开发者来说 每分钟可以出你高达1000万个Token 如果你是买AI解决方案 或者说想改进你的网站那个AI聊天机器人 那你可以好好听一听本期的视频 让你的网站的话有一个全能的一个GPT聊天机器人 可以轻松的集成到你的网站里面来 我们来问一下GPT、问一下GPT4、GPT4O还有GPT3.5的一个区别 你可以在里面查到更具体的一个详细的一个信息 大多数小伙伴 你可能不懂编程 不懂代码 我也不是一个程序 但是的话我们依然可以非常轻松的来实现这个功能 今天我们要用到的工具叫做Chatbase 相关链接的话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 兄弟们现在可以暂停一下视频 打开这个网站跟着我一起来操作一下 Chatbase的话它可以帮助你在你的网站上的话创建一个聊天的机器人 可以上传数据来训练这个聊天机器人 让它回答问题 它还提供了很多其他的功能 比如说分析聊天数据 同时的话它还可以完美的与我们第三方的软件 比如说Rapio或者说WatchAPP完美的融合在一起 简单说就是可以让你在你的网站上放一个AI聊天机器人 而且这个机器人的话它是基于我们最先进的一个GPCO这个模型 那首先的话我们来注册一下它这个账号 我们点击右上角这里一个免费使用点击一下它 这里的话你可以直接用你的Gmail邮箱登录就可以了 登录进来以后的话这里的话可以创建一个 这里的话我们来命一个名就是一个团队的名字 点击一个创建 可以填入你的一个团队的一个地址 点击这里创建 非常简单进来以后的话我们直接点击这里新的聊天机器人 然后这个时候的话你可以上传进你的一些文档 假如说你是卖服装的 那你们平时的话可能经常客服会被问到的一些问题 你可以先整理到一个PDF文档里面 或者说你是做金融股票的一个公司 客服的话也会经常问到一些关于股票 关于金融的一些基础的知识 你可以先把这些基础知识做成一个PDF文档 直接上传我们掐贝斯里面就可以了 那这里上传的文件类型可以是PDF DOC DOC X 或者说直接是TXT那都没有问题 那我来到这个PDF 这里有个网站专门下载PDF文件的 我今天就随便下载一本PDF电子书 来为大家演示一下 那比如说这本书 那比如说这本书 这本书我翻译看了一下 它叫做收益的力量 可能是讲金融之类的一本书 那它里面有非常非常多专业的术语 那我直接点击这个download 我先把这个PDF下载下来 有了PDF文件或者说DOC文档以后 我点击这里可以直接把这个文档的话传进来 这的话我的文档的话已经传进来了 它这里是有要求的 这里面你这个文件里面最多的话有40万个字符 那我这本书的话有7万字符 那也没有问题 或者说你直接从txt直接把字打进来也可以 如果你网站里面有文章 我这个网站叫AI有风 直接把这个网站对应的文章的链接的话 直接复制过来 那也没有问题 或者说你有notion的话 你可以直接连接到notion 我今天就上传这个PDF文档 那现在GPT试试它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我们直接可以把我们刚才这个文档直接传进来 比如说我传到这里面来 传进来以后的话我可以叫它 帮我分析总结下这本书 那现在非常强大 你直接发送给它 那GPT基本上就可以实现 就可以直接帮我们总结出来 那这是一本关于金融的一本书 那它里面的话有非常非常多专业的一些知识 那如果我做的是一个金融类的一个网站 那里面的话可能经常会有一些比较常见的 关于一些金融的一些专业的术语 那如果你不懂那我们可以先把这个PDF文档先做好 做好以后的话交给我们 上传到我们这个聊天机器人里面来训练一下它 让它知道这些知识 当顾客有问相关的问题的时候 它直接的话就可以从我们这个书里面来调取相关的内容 然后回答给我们的客户 好这里我这里已经上传进来了 我直接点击这个创建聊天机器人 那这里的话会显示一个进度 好这里它显示你的聊天机器人已经被训练 已经准备好了 你现在的话就可以使用你的聊天机器人 即使我们不懂代码 那么也可以很快速的搞定这件事情 这里的话它这里的话已经帮我们 你看这里我们直接可以聊天了 我来测试一下 我说你好 你看它这里的话就可以直接回答我的问题 我打开我刚才下载好的这个书里面 我看它有些什么样的专业内容 我们可以直接来问一下它 那这本书里面的内容的话非常非常的专业 如果说没有经过训练的一个AI的话 它是可能是回答不了这些问题 那有了我们这个专业资料给它 那它可以直接来帮我们来分析一下 那我刚才随便在我的PDF里面找了一段文字 粘贴进来 我叫它用中文回复我 它说这个SPF专业预算调查 大概的话就是一些比较专业的一些术语 说明的话这个机器人已经训练成功 那等一下的话我们就需要把这个的话 嵌入到我们的一个网站里面来 假如说你做的是一个金融类的网站 你可以直接嵌入到你的金融类网站 你卖的是电器 那关于电器的很多常见的问题 那你可以先把这些常见的问题 放在一个PDF文档里面上传到 加倍时训练一下这个机器人 然后这个机器人的话 它就可以调用GPT4O最新的模型 来帮我们回答一些比较常见常用的问题 后面的话还有一些简单的设置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而左边的话它这里训练状态已经训练成功 它用的模型是用的GP4O 这里设置 设置里面的话我们可以更改它的一些模型 比如说我们点击一个AI 那默认的话它是用的GP4O 当然你还可以用GPT3加5 我建议大家的话就用GP4O最新的一个模型 下面的话有一些它的一个类置的一些提示语 就像我们加GPT一样 你要和它聊天 首先你要定义一下GPT的身份 让GPT大概知道它是做什么的 那这个地方的话也是在定义它的一个身份 那复制过来翻译给大家看一下它大概的意思 你是一个AI聊天机器人 负责帮助用户处理咨询的问题和请求 那你的目标是始终提供出色 友好高效的回复 大概的话给它的一些 那大概的话就是给GPT的一些提示词 那这个提示词当然 这提示词你也可以自己改 那如果不改的话也没有关系 直接用它这个默认的就可以了 它里面的话还有类置了其他的一些提示词 比如说专业的销售代码 还有语言专家销售专家 还有一些代码专家等等 那里面有它类置了一些 那我们就直接用这个AI聊天机器人就可以了 这里还有一个聊天界面设置 那也可以设置一下我们这个聊天界面 那比如说DG默认显示什么字 那这里的话我们可以随便改 改了以后的话 右边它都可以进行一个更改 那比如说我可以改成你好 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 把它改成中文也是没有问题的 那里面那个信息站为符 那就是我们这里默认的话 它显示的什么字 那你可以在这里面填 我默认的话我觉得这个不需要 那底部的话 这里可以显示我们的一些版权信息 我们可以改一下 那底部的话你可以显示一些版权信息也是可以的 比如说我这里填的是我是有风 这下面的话它会显示到最底部 这里可以调节一下我们这个聊天机器人 它的显示是白的还是黑的 我觉得默认白色 还可以上传一下我们机器人的一个头像 那你可以上传你们我们客户的一个专业头像 我给大家测试一下 那我上了 假如说我上传一张我自己的头像进来 我来测试一下 把这个图片加进来 头像加好以后的话 它会出现在我们这个位置 最顶部这个地方 那这里显示的名字的话 你可以显示一下 比如说我改成一个九油风 是不是它这里的话就可以显示出来 我们这里改成一个什么什么聊天机器人 那就是这里 它都会显示出来 这个地方你可以改成你的一个品牌信息 它这里可以直接显示出来 然后这个的底色就是我们聊天这个底色 你也可以改 比如说你改成黑色的可以 它会变成黑色 没有问题 改成蓝色它会变成蓝色 我们那个聊天机器人的一个图标 那我们也可以来设置一下 那这里有个聊天机器人图标 你也可以来设置一下 下面的话基本上保持一个默认就可以了 然后点击右下角这个保存 这里的话还有一个链接 链接的话 第二个的话有个分享 而第三个的话有个整合 那我们这个聊天机器人的话 它可以整合到 Rapi WordPress 那还有Slack 那很多平台的话都可以 那未来的话 它可能会支持WhatsApp Shopify等等 现在 等一下的话 我们让它整合到我们的一个 Waypress网站里面来 我马上来教大家怎么样操作 如果你的网站程序用着Waypress搭建的 那就非常简单 接下来跟着我一步一步来操作一下 首先我们需要进入我们网站的一个后台 我们先回到这个Chairbase 点击这个嵌入 嵌入以后的话 我们这里点击一个 现在的话就是这个聊天机器人 它是私有的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机器人的话变成公开 这里点击一个 让它公开 公开好以后的话 我们就获得了这样一参代码 接下来的话 我们把这个代码的话放到我们的网站里面 那它就可以直接调用出来 马上我们来教大家怎么样操作 来到我们的网站以后的话 我们点击左边这里有个插件 那我们先安装一个新的插件 如果说你不懂代码的话 那我们首先需要在Waypress里面 安装这个Wcode的这个插件 更改我们网站的一个代码 直接用这个插件的话 就可以轻松把各种各样的一个代码 嵌入到我们的网站里面来 打开我们网站后台 我们点击左边插件 安装新的插件 我们来搜索这个Wcode 然后点击这个立即安装 把这个插件先安装到我们的一个 先安装到我们的Waypress网站里面来 接下来的话 我们回到我们这个Waypress网站 把我们刚才这段脚本 我们复制第二段 把它复制一下 把我们插件安装好以后的话 点击一下启用 启用好后 我们在左边的话 就可以看到这六个 Code Sli Code Sli 就是这个我们点击一下它 然后我们点击左上角这个增加新的 我们选择第一个 用这个自定义的一个Code Sli 最上面的话 我们可以给我们的聊天机器人取个名字 这个名字的话 它也不会显示出来 所以说无所谓 你这也可以随便输 把下面的话填入我们刚 下面的话填入我们刚才这段代码 复制过来 粘贴到这里面来 最下面的话插入方式 那我们就选这个自动插入就可以了 下面的话 在哪个设备上显示 我们这里显示全部 全部设好以后 点击右上角这个保存 保存好以后的话 在右上角的话 这里有个激活 要点一下把它激活一下 激活好以后的话 我们再点击一下这个更新 现在更新好了 我们来打开我们的网站首页的话 来看一下 那个机器人有没有被加载进来 我们看到右下角的图表 现在的话我们就可以来聊天了 我们来试一下 你好 现在的话这个机器人的话 已经被嵌入到我们的网站里面来了 那我们来问他一些比较专业的问题 来看他能不能回答 随便输入一个 复制一下 这个是比较专业的一些内容 我也不知道这个是啥 那我直接把这个复制一下 粘贴进来 我们来测试一下 你看没有问题 他完全可以回复 然后他调用了我们刚才给他训练的这个PDF文档里面的一些文本信息 用这里面的文本信息来回答我们这一些非常专业的关于 因为我刚才做的是一个关于一些理财金融的一些知识 那这些知识非常非常的专业 那如果你的GPT没有经过训练 他一般很难回答出这么专业的问题 像这样的话 我们的聊天机器人的话已经设置成功 那没有任何问题 那我教他用英文来回复 我们来试一下看口快 那同样没有问题 GPT现在这个聊天机器人同样可以用英文来回复我们 非常非常的好 就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聊天机器人的话就顺利的安装到我们的网站里面来了 网站就拥有了一个GPT4O的聊天AI聊天机器人 非常非常的专业 那如果说你是做其他行业的 网站里面需要扣服帮你做很多工作 我建议大家的话最好在你的网站里面 嵌入一个这样的一个AI聊天机器人 他可以帮你节省非常非常多的一个时间和精力 那你的客服的话你都可以扫清两个 因为你平时比较常用的问题可能也就那么多 顾客经常问答的问题也就那么多 你全部把它写好放在一个PDF文章里面 上传到我们的CHABASE 让CHABASE的话把我们这个聊天的话训练一下 训练好以后直接嵌入到我们的网站里面来 这样的话可以帮我们升级非常多的一个客服的一个工作 希望本期有方的分享能给你带来一些启发 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 我们可以一起来谈讨交流一下 本期用到的这些工具的话 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 兄弟们可以打开链接跟着我一起来操作一下 最近新做了这样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的话主要就是分享我平时一些工具用到的一些网站 那感兴趣的小伙伴的话都可以来打开看一下 那这个链接的话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 那网址的话叫做AEI有风.com 也是非常好 非常的好记